大家好,我是莫端 欢迎来到科技曼星云 这期看两个永久免费的域名 一个是这个DNSHe 另一个是Dynu DNSHe之前是说不能托管在Cloudflare上 但是 目前在PS历史上 确实出现了DNSHe这个域名 DE5.NET这个为后缀的域名 也就是这个域名 换言之,这个东西很可能之后可以托管在Cloudflare上 一旦Cloudflare拉取了新的PSList 而且目前DNSHe官方号称是永久免费 它就像上海经里面的不死潮 永久免费 这个Dynu也就是这个Dynu 目前官方也声称是永久免费的 它就像是上海经里的西洋永远生长 我们足够看一下 先看一下DNSHe 首先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32 创建一个新账号也很容易 最主要是要给一个邮箱,邮箱能收验证码就行 给一个临时的邮箱 粘贴到这里 点发送验证码 不能使用临时邮箱 这里有错误的提示 换一个自定义域名的邮箱 再次点击发送 请查看下方我们支持的邮箱类型 必须使用这些邮箱 那再换一个 给一个Yahoo的邮箱 点击发送 发送成功 我们去查看一下验证邮件 打开验证邮件 复制验证码 粘贴到这里 给密码 重复一下密码 统一条款 点注册 这样就注册好了 注册好以后是直接登录的 登录以后 这里直接用红色的字标出了免费域名 点一下这个小三角 它支持中文和英文 我是选中文 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语言 改好语言之后点免费域名 默认可以穿进5个免费的域名 应该是有DNS的记录 可以转正 换言之也就是可以卖 域名注册成功以后是不支持删除的 因为它是永久免费的 邀请好友解锁额度 目前是5个 看一下它邀请好友解锁额度的好处 使用这个邀请码 你我都能解锁一个额度 最多能解锁5个额度 也就是加上原本有的5个 一共你可以注册10个免费的域名 还可以使用他人的邀请码 如果有他人的邀请码也可以在这里输入 我会把我的邀请码放在评论区 或者描述区 使用邀请码 你我都能够增加一个免费的注册额度 点关掉 域名转正点这个 注册新域名 立即注册 点立即注册 我们要的是这个DE5.NET的后缀 为什么要这个后缀呢 我们知道一旦这个后缀名被PSList收录 它就有可能会被Cloudflare拉取 至于Cloudflare什么时候拉取 最终能够支持这个域名托管在Cloudflare上 这不是我们能知道 但我们知道基本上 如果这个域名的后缀能够被PSList收录 下一次Cloudflare拉取PSList的时候 就大概率可以支持这个后缀的域名 托管在Cloudflare上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域名的后缀名 已经被PSList收录了呢 这就是PSList的网站 点一下Nelist 点一下CNelist 在里面搜一下DNSHeat 这样你就会看到 这个后缀名已经被PSList收录了 因此为了将来可以托管到Cloudflare上 我们应该选择这个作为域名的后缀名 前缀名我给一个这个 你可以自定义 点击确认注册 解析需要稍微等一会儿 在这里你会看到这个域名是永久有效的 如果解析完成的话 这里也说了DNS解析可能会需要几分钟 请耐心等待 如果出现解析错误或者无法解析的情况 可以提交公单联系客服 提交公单的按钮在这里 看一下它的DNS服务器 它这个是可以修改NS记录的 关掉 看一下添加解析 这个是解析请求的来源 这个是记录的地址 大部分常用的记录类型这里都可以找到 关掉 现在就是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这个免费的域名是需要手动添加DNS解析的 DNS解析也很容易 就是点DNS服务器 这里就有它的NS服务器了 每行一个 既然是要手动做DNS解析的话 我们就直接试试一下它能不能脱管到Cloudflare上 打开你的Cloudflare 随便找一个已经脱管的自定义的域名 比如选这个 点一下DNS 点一下记录 这就是你的两个NS的记录了 把这两个都复制一下 粘贴到这里 它这里说的是每行一个 我们就让它每行一个 好了以后点一键替换 稍等一下 应该是成功添加了两条 DNS记录修改后可能需要几分钟 请耐心等待 没关系啊 这样基本就是添加成功了 只是说要等时间 但是 即便没有添加成功也就是目前它不能脱管在Cloudflare上 你也可以找其他免费的NS服务 添加的方法就是刚才这个方法 打开DNS服务器 一行一个的添进去 然后点一键替换按钮 方法就是这么个方法 等几分钟看一看吧 我想了一下 干脆直接试一试能不能脱管到Cloudflare上 复制一下这个域名 到Cloudflare上 点添加域 粘贴 点继续 似乎没有报错 选择免费计划 尝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就是不花钱 也许能成 也许不能成 点继续前往激活 点击确认 之前的不行 要用这两个新的 复制一下 回到DNSHe 点DNS服务器 粘贴 换一行 在Cloudflare里复制第二个 粘贴 点击一键替换 稍等一下 旧的已删除 新的已经添加成功 已经解析 可能可以脱管到Cloudflare上 回到Cloudflare 点继续 稍等一会儿 我们再来看结果 稍微等了一会儿 状态就变成了活动 在SSL底下检查一下边缘证书 边缘证书也是有效的 而这个域名本身是永久有效的 换言之 这个东西现在可以永久免费的挂载在Cloudflare上 那托管就成功了 而且理论上说是永久有效 这是他官网说的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Dino 他也是官方号称永久免费的域名 他是支持中文的 在这里可以选择其他的语言 看一下他的用途 基本域名的用途都有 看一下他的功能 官网讲的百分百免费 这里是如何开始 先需要创建一个免费的账号 然后就可以创建域名 用控制面板来控制管理的功能 他还有API API不知道是不是免费的 点一下建立一个免费的账户 这里是添加域名和转移域名 他可能跳转错误啊 这是他网站本身存在的一点小问题 可能应该是这样 这个网站1997年就有了 也就是提供免费的域名服务已经很久了 位于美国的亚利桑那 那到底点这个创建账户 这个就正常了 可以用Giha也可以用Google 填一下基本的信息 复制这个临时的邮件地址 粘贴确认邮件 做一下人机验证 点击提交 验证邮件已发送 这个的验证的条件 似乎更松一些 来到临时邮件这里 点击一下验证邮件 点这个链接 激活账户 应该是账户已经被验证了 重新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一次 给一下用户名和密码 点login 这样就进入到它的控制界面了 点这个选中文 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语言 到了控制中心以后 点一下会员 这里有它的免费计划的一个说明 在这里点一下选中文 向下拉看一下它这个免费账户 能够有一些什么服务 有4个免费的域名 你可以转4个其他的域名到这里 有4个免费的子域名 可以使用mx记录 也就是可以做email的重定项 可以做DNS记录 支持网络重定项 支持离线设置 免费账户不能用API 这个就是免费账户的权限了 真的永远免费吗 根据官网的讲法是永久免费 而且都不需要版信用卡 也没有支付信息 即使您是免费用户 除非你自己删除账户 你的动态域名符会一直有效 官网说永久免费的 看一下它的产品和服务 这里有VPS 向下拉 免费用户不能用它的VPS 这有点可惜 不过既然是来讲域名的 那就先讲域名 在动态域名解析底下点击注册 我们不是要转移域名 我们是要注册域名 给一个自定义的主机名 这里有很多顶级域名 如果它真的是顶级域名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注册成功 而且能拖款到Cloudflare上的话 可以解锁Snapit 不错这个域名注册一下 试试看 它自己说顶级域名 免费用户不能选这些 仅限会员的域名 只能选剩下这些后缀 那在剩下的这些后缀里面 我们当然希望选能够 托管在Cloudflare上 希望能托管到Cloudflare上 回到PSList 点这个 打开它的List 看一下 在Dino底下 看一下哪些域名是已经被收录了的 像这个DDNSFree 就好像是被收录了的 回到这里 这个可以 好几个都可以 这个也可以 大家自己选自己喜欢的吧 这些都可以 回到Dino 选一个你喜欢的 被列在PSList上的域名的后缀 它这里说的是 完成注册后即可有效 会发邮件确认 而且似乎是可以支持托管的 点击添加 三级域名已经成功添加 这个永久免费的域名 就申请好了 我们当然希望看一下 它能不能托管到Cloudflare上 不过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它是DDNS 也就是动态域名解析 之前也有视频讲过 动态域名解析是用来做什么的 它就是 无论IP地址如何变换 它都能准确指向路由 在Cloudflare上就可以做 在这里就更方便一点 当然这一期的重点是 申请免费的域名和托管到Cloudflare 我们看一下它的DNS记录 点一下 进到DNS记录的管理界面 一开始就有IP 这说明是有A记录的 这里也显示确实就是有A记录的 对于我们申请的这个主域名 似乎是没有办法添加DNS记录 这个添加DNS记录 是给我们这个主域名的子域名使用的 等一下这个 回到上一步 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用的东西 看了一下可能没有办法托管到Cloudflare上 因为如果主域名不能托管到Cloudflare上 子域名自然也托管不到Cloudflare上 用这个命令 查看一下它的NS 看一下它有没有起始授权 有 它的复级的起始授权就是在Dino上 很可惜啊 Dino的域名不能托管到Cloudflare上 不过前面DNS记录的域名 是可以托管到Cloudflare上的 这期讲了两个 一个是不死草DNS记录 一个是吸扰Dino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 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 谢谢